可是我们现在看美国的所有作为 尤其从拜登上任 他是不断地在促战跟引战 他促成两岸一个战争 引发两岸的战争 而且他积极做准备 这都是他策略的一部分 这是什么 这是刺激对岸 他的重点是要刺激对岸 刺激对岸 让你两岸关系更紧张 另外一方面给台湾有一批 口口声声爱台湾 可是随时要把台湾受伤 不惜于把台湾人送到战火的 这一批政客 去给他们打气加油 就只有两个目的 台海的话现在 还没有南海那么紧张 因为南海事实上 中国大陆已经在实际上 捍卫国家的领土的完整 尤其比如说黄岩岛 像仁爱礁 菲律宾一致越界 入侵中国的领土 那个任何国家都是要采取断忍措施 那当然现在大陆还是比较克制 菲律宾也不敢再造次下去 为什么呢 就是说菲律宾去的船 就是一些渔船 公务船 海警船也出来了 那中国大陆是以海军为后盾 可是呢 基本上还是海警船 跟这个 这个就是说渔船 那所以都还是用非定义上还是非军事的方法 在捍卫自己的领土的完整 那我觉得两岸关系的话 基本上就大陆来讲的话 台海的问题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怎么做而已 他基本上 这个是属于自家人的事 这还不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虽然这个赖清德他们一直说 这个是国际纠纷 可是就大陆来讲的话 这是中国的内政 那是解决方法是不一样的 政治手段还是修先的 不是随时就拿出这个军事 军事是不得已的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 214的撞船事件以后 那么很多我们讨论很久 大陆是不是要武统 是不是大陆民怨高涨 要不要武统 最后你看这个陈兵华 他这个在这个国台办的记者会里面 他拿着稿子念的 那个我看了他 我整个看了他那记者 所有的问题 那都是用政策的方式来答复 都是很慎重 最后结论还是 和平统一的主调不变 可是不放弃使用武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南海问题的性质 跟台海问题的性质 对大陆来讲是不太一样 那大陆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最近 最近二十年的建军 有一个目标 就是武力的投射的能力 军力投射能力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 比如说人民解放军 一开始什么打人民战争 基本上有点像 尖闭亲眼的味道 那是动员人力 他基本上是防守性的 也就是你敌人进入中国的土地 我用这种方法打你 是 可是没有考虑到 就是中国军队如果出去打 怎么打 中国军队是走不出中国的 起码在清朝的时候就 就没有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大陆 现在还有台湾 一直在讲这个滇绵远征军 大家对这样的历史 津津乐道 其实内部有个自豪 也就是说 中国的军队走出自己国土 在外国的土地 修理日本兵 然后还救了当时的英国的军队 又是在缅甸打的 所以这是在中国近代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 很少有的现象 那可是就是说中国当发展到 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然后中国的力量 中国人走到全世界的 中国的商品走到全世界 各个角落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生命线 这都是你的生命线 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国家以后 你有没有办法保障你海外的公民 你有没有办法保障你海外的利益 你有没有办法保障你 所有的这些生命线 这种海运的交通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变成 就必须要考虑到 它能不能控制海洋 能不能控制天空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过去大陆 几十年来 最近二十年最大的转向 两个重 三个重要重点 一个就是什么 一个是太空 太空的 它的那个境界更高 涵盖面更广 第二个是什么 空军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海军 当然空军太空 可能把火箭军放到太空里面好不好 那这个都是有攻击性的 空军可以打出去 可是空军为中国的空军 一直还是防御性的 打不出去为什么 你的轰炸机不够 你的轰炸机飞得不够远 为什么要需要轰炸机 因为轰炸机比你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话 它距离更近 如果轰炸机今天距离美国西海岸只有100海里的时候 那么中国的轰炸机 它下面不是丢炸弹 它不是B-5 它不是B-29 它是怎么样 它是发射飞弹 那就在你美国的门口就可以发射飞弹 就跟美国的B-52在你家门口 它丢下来不是炸弹 它丢下来是飞弹 所以这个就有攻击力了 那这个所以中国大陆一定在空军上一定要走轰炸机 轰就是说轰6K 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陆 可是航程不够 然后呢 它不是第五代的 它没有隐形的功能 那轰20是隐形战 隐形轰炸机 全世界有隐形轰炸机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美国一个中 俄罗斯呢 俄罗斯呢不是隐形的 俄罗斯的轰图160 最近普丁去这个工厂飞了一下 坐了三十分钟 那一架轰炸机 它的它的性能 是超越别人 是第一个 它的载弹量非常大 第二个 它的这个飞行速度非常快 它是超音速 它可以每小时飞到两千两百公里 所以就是说 这个方面都要各有所强 可是要以说隐形的轰炸机来讲 现在只有美国的B-22 然后呢就是中国的轰二十 中国的空军有在讲说 人家就是说 记者说 你搞了八年 怎么还没看出来 什么什么 是不是有问题 外传说你这研发有问题 他说研发一点没有问题 他说问题是在中国的 地缘战略位置太差 这句话是 这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我这个轰炸机 我有假想敌 我不会去轰那些东南亚小国 轰炸小国 我坦克车开过去就够了 对不对 我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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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五五大区开到你旁边 你就差不多该投降 那轰二十的假想敌 当然是美国了 中国从跨越太平洋 八千多公里 那你现在刚刚那个赵老师讲的 你就是你要打美国的话 你飞不到 可是这 所以他讲 这就是战略地位不好 因为中国要打美国的话 第一要横跨太平洋 第二个从北极的话 你要借到俄罗斯 对不对 你走白令海峡 那一块 堪查大半岛 那边你是一个瓶颈 美国人守在那边 俄罗人守在那边 你怎么走 你太平洋的话 事实上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很长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大陆的军方发现 他说 可是这一个飞机 就轰二十这一架飞机 起码有三个性能 第一个隐形功能 第二个载弹量是够大 第三个什么 他说可以跨洲际实行任务 跨洲际实行任务 就是这个苏刊玩味 因为这个飞机本身 他要飞八千公里 就已经差不多极限了 可是他还要回来 对 所以他在作战半计 你要起码出一二 对不对 那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有轰游 运游二十 是可以执行 这个空中加油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带一个 空中加油机 在空中加油的时候 那你要隐形功能干嘛 人家一定知道 你这个飞机在附近 你隐形就是让人家抓不到 所以你要隐形 跟你要空中加油 除非你运游二十也是隐形 那除非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是难度很高了 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在努力 那你要说海军的话 攻击性武器就两种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航母 中国大陆现在在讨论 大家都在讨论是第四艘航母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战略核潜艇 跟战略 还有核子动力攻击潜艇 美国就这两样东西 美国这三样东西 就称霸世界 美国靠航母 十一个航母战斗群 然后战略核潜艇 核子攻击潜艇 核动力攻击潜艇 这三个它控制了海洋 那天空的话 它更不要说 它B52到现在还有七十架 B52接 这个飞机七十年了 可是它还是 为什么战略量大 然后续航能力强 一万多公里的航程 所以就美国来讲的话 中国要跟美国人 要平起民坐的话 基本上这三样东西 现在航天 这个导弹 就火箭军 中国大陆已经超越美国了 我认为是超越美国 可是问题就变成 在地球上面打的话 那你就说海洋的控制 海洋的大决战 还有就是 这种战略型的 这种可以 攜带核弹头的 这种轰炸计划 中国大陆还有一段距离 美方为什么要保护台湾 美国 台湾人也没交税 给美国政府 美国是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军走到哪 都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 这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对现代国家的定义 还有现代国家的角色 我们跟这个西方西方人 尤其美国人 或者欧洲人 他们看国家角色 就要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以为国际政治是没有道 有道有意的 没有这种事 美国走 美军走到哪都是为了捍卫他自己的利益 那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即使军事人员往来于这个太平洋两岸 台湾跟这个美国之间情之有年了 他现在为什么就是要把他这个扶上台面 是 我觉得他是政策的一个调整 美国对台湾没有说政策移成不变 他一直是很灵活在调整 那就是台湾一直 我们就是说从美国角度台湾一直是美国手下 就是说怎么讲的 养的一个 养的一个力量 美国一直在养住的一个力量 那么养兵千日 要养的一群兵好了 养兵千日 用兵 养兵千日 那就是说美国把台湾对于美国能够产生美国的利益 产生什么效益的时候 他不断地在改变 随着他主观跟客观环境的改变 客观环境就是说 他看这个东亚的局势 他控制控制不住 主观条件就变成说 最主要他不是看台湾是什么 他是看 看美国是什么 你以为美国支持民主啊 我们以前的民主程度 没有现在这么高 以前我们老总统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个戒严 不准你随便乱批 你也不能阻挡的 那那个时候美国对我们 台湾中华民国的支持远高于现在 那个时候跟我们跟我们中华民国是有 协防条约是驻军的 还有大使馆的 那才真正支持啊 你还讲什么理念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蔡英文开始 搞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一天到晚 理念相同 我们学国际政治是看到利益啊 哪有什么理念 理念有什么相同的啊 对不对 所以自欺欺人 就是说你去骗别人 你不要把自己骗了 我相信我这很希望民进党 他们不要骗人骗久了 不要把自己也骗了 国际之间只有利益 那美国今天主观上 他已经把中国大陆当作 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要跟中国大陆竞争 进行激烈的竞争 这已经讲明了 主观上就是如此 我问你竞争跟斗争有什么不一样 竞争有文的竞争 武的竞争 文的部分 就是嘴巴天天把你妖魔化 天天批评你 武的话怎么用呢 照打 找别人来帮你去修理中国大陆 那他现在能够去跟中国大陆 打的是谁 那就是台湾啊 台湾从来没有这样子 对美国百依百顺 而且自己心理上 还有养了一批 认为说 美国是要帮台湾的一群人 理念相同 这种什么理念相同 这简直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一个想法 那美国现在 我们对美国 我们小时候对美国是有好感的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是在阻止 两岸发生战争 可是我们现在看美国的所有作为 尤其从拜登上任 他是不断地在促战跟引战 他促成两岸一个战争 引发两岸的战争 而且他积极做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对美国 我们态度也变 并不是说 我们对他这种做法 我们看得出来 那你今天 你现在国会预算 你明白讲的说 我是给台湾 或者说如何如何 这都是他策略的一部分 这是什么 这是刺激对案 他的重点是要刺激对案 刺激对案 让你两岸关系更紧张 另外一方面 给台湾有一批 口口声声爱台湾 可是随时要把台湾受伤 不惜于把台湾人送到战火的这一批政客 去给他们打气加油 就只有两个目的 就是这两个目的 另外一方面赚点钱 银子花花 赚了不少钱 他美国这个国家大业大 该赚他还是要赚 就是在操弄 就是在怎么样 就是在把台湾当作他的一个战争代理人 往台湾战争 对战争代理人的角色上是怎么样 给你披荆待遇 给你精神鼓励 然后把你好好送到战场上去 你以为你为了台湾而战 笑死人 你是从美国人角度 他去跟大陆去打仗 对我的利益 他就是我的利益的 怎么讲 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 不要再 不要再 我们跟大陆关系一回事 我们跟美国关系本质 现在就是这样 不要把美国人当作 这个美国爸爸 然后呢 美国人叫你干嘛就干嘛 现在美国人你看 做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你的你的副领导人也是前美国人 然后呢 现在是不是美国人 我不确定 未来一定又回去当美国人 百分之九十回去当美国人 我告诉美国操纵一个国家 没有操纵这么这种情况 操纵到你自己认为说 我要对美国交心 有个信赖的说 我要对美国交心 我找一个前美国人来 当我副手好不好 这种这种心理上的 依赖 这种心理上的 没有自尊 心理上的没有独立 还搞什么独立啊 根本心理上 就是一个残缺的 我觉得 大陆对台湾 应该多用软实力 多用经济实力 你的武力 基本上都知道 不是对付中国人的 两岸都是中国人 你搞一大堆武林 你去打美国人 你去打日本人 我们都拍手 对打台湾人的话 我们希望你打 要不然就说 真正你要搞台独的 你去跟外国人勾结的 我们也不同情 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你如果今天 以大陆的经济水平来讲的话 如果大陆的产业 在台湾能够创造 50万个工作机会的话 台湾人对大陆 有什么看法 不一样 你如果像繁花 像这种影片 像大陆的这种 文化的这种 魅力跟优势 文化的这种底蕴 文化的吸引力 尤其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我们看到 是一种非常崭新 非常有吸引力的方式的话 像我们招手的话 像台湾台湾年轻人 一定大力拥抱 我就看一个牌子 我就知道 台湾年轻人 事实上是很有可塑性 不要把它都看成 什么天然毒 你去看小米这只手 这个他在台湾的 所有的店 里面挤的那一些台湾的 年轻人在那边 看小米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态度 然后就看台湾的店员 在小米店工作的时候 那些台湾店员 他表情 那个骄傲的表情 是你怎么 你是很难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两岸基本上 邓小平以前讲过 说将来统一是要靠经济 是没有错 可是这个要与时俱行 中国大陆现在是全世界 马上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了 可是在台湾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间接的不算 间接的不算 赚一千五百亿 可是你今天问到街上 你都不觉得大陆的经济发展 跟台湾跟你生活 有什么悉心相关 可是如果大陆的企业 大陆的各方面 如果在台湾创造了 我说不要五十万 二十五万的工作机会 今天两岸的关系 氛围完全不一样 台湾老百姓再听到这些 台独分子 在那边 说大陆落后 大陆这个什么残忍 不民主什么 那人家就不会听了 那一套 你今天你看 比如说今天绿色媒体 把大陆形容是一片漆黑 每天不是贪污 就是杀人 社会风气很坏 人心很险恶 每天报道新闻就是这样 那问题就是说 这些人也只看那个媒体 所以他怎么会有好感 所以我觉得 大陆要自己想办法 你的文化 软实力 你的这个各方面 文学 思想 你有没有好的作者 你有没有好的学者 他的出版在书籍 在台湾的这个书店上 能不能看得到 这个是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 讲实际点 大陆这么多企业 小米也好 比亚迪也好 这些也好 华为也好 你在台湾创造了 十万二十万的工作机会 那我觉得 那美国人 真的就担心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